然后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问题就涉及到了 这个市场风险的计量方法 我们总共讲几种计量方法 一个是缺口分析 一个是久期分析 还有一个是外汇敞口分析 敏感性分析 以及风险价值 我们讲了好几种分析方法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缺口分析 那么这个里面 很多学员会跟前面的进行区别 我们前面不是学了一个缺口 正缺口的时候 它的市场价值怎么变吗 你注意 刚刚我们学的是缺口 不一样的缺口的时候 我的市场价值 那这个里面我们对应的是什么 利率变动对银行当期收益的影响 它更多的是趋向于利息收益 而涉及到银行主体业务的利息的时候 影响到的是什么 存款和贷款的利息 所以两个 一个是市场价值 一个是利息 对吧 它不一样 它不一样 所以这是两个娘的区别开 一个针对的是市场价值 就我所持有的这个资产 我所持有的这个负债 它的市场价值是多少 一个是什么 就我所持有的这个东西 我做的这个业务 能给我带来多少利息 我要支付别人多少利息 它不是一回事 好 你再来看啊 所以缺口分析 它分析的是 衡量利率变动 对银行当期收益的一个影响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将银行所有升息资产和负息资产 按照重新定价的期限 划分到不同的时间段 按期限来划分嘛 一年期的全在这儿 两年期的全在这儿 按到期限不同划分 在每一个时间段 将利率敏感性资产减去利率敏感性负债 再加上表外头寸 就得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重新定价的缺口 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缺口怎么来的 敏感性资产减去负债 资产减负债 再加上表外头寸 但通常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一般分析的是 资产跟负债之间进行分析 然后我们再往下 那这个缺口再乘以假定的利率变动 就得到了这个利率变动之后 对基金利息收入变动 产生的大致影响是多少 好它分成三步 它是怎么做的 你大概知道 然后我们来看 谁用来衡量利率变动 对银行当期收益的影响 收益什么 就是我银行主要做的是存贷 那我贷出去的款项 挣了多少利息 那别人存我这钱 对不对 我支付别人多少利息 两个利息差 就是我当期收益的影响 所以主要是什么 缺口分析法来去分析它 所以答案选C 好我们往下来看 当某一段时间内 资产大于负债的时候 就这个缺口分析法 比我们前面学的那个要重要 那么资产大于负债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个资产 包括了表外的这个业务头寸 所以我说在分析的时候 一般直接提的是资产跟负债 产生了正缺口 它相当于什么 比如说对我银行来说 我有100万的资产 假如吧 100万好算 后面还要试着到计算 那么负债呢 假如说有50万的负债 通常举例子用这两个 因为这两个太好算了 数值好计算 那么出现叫正缺口 那资产你可以看上 比如说我的贷款100万 负债就是 别人存到我这里的钱 有50万 所以当我100万的资产 大于50万的负债的时候 我是正缺口 对我银行来说 我是资产大于负债的 那么即资产敏感性缺口 正缺口就资产大 那叫资产敏感性缺口 那么当市场利率下降的时候 导致银行的 净利息收入下降 这个怎么理解 你看这个利率下降 下降多少 假如说利率下降了1% 对吧 利率下降了1% 利率下降了1% 好 那利率下降1%的时候 对于资产来说 我的利率是不是也要下降1% 对吧 因为我贷款嘛 利率下降了 贷款相当于什么 就100万的资产相当于我的贷款 那我的贷款就利率下降了 那别人给我的利息呢 是不是也下降了 所以你看 它跟我们前面衡量的价值 不是一回事吧 这个地方我们算的是存贷利息 前面算的是资产价值 不是一回事 利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 它俩成负向变化 反向变化 但是我们所说的资产和利息 就不是一回事了 就这个利率跟利息不是一回事 当利率下降的时候 那我贷出去的款项 别人给我的利息是不是减少了 那我就收益减少了呗 减少了多少 减少了1% 100万的收益减少1%的利息 减少了多少 100万的1%是1万块钱吧 降低啊 我收益少了1万块钱 好 那我的负债呢 我的负债原来是50万呀 现在呢 就是我的这个负债是我给别人的利息 那我是不是利率下降了 我给别人的利息也减少了 那我原来减少了多少 减少了1% 也就我少给我的存款人1%的利息 那50万的1%是多少 0.5万吧 少给了0.5万 好 那你看 我的资产少给1万 我的负债少给0.5万 那我整个的减利息收入就资产减负债嘛 等于多少 资产减负债你看 负1万减去这个负的0.5万 是多少 负的0.5万吧 所以相当于我整个是什么 我的减利息收入下降了0.5万 它是这么来的 好 这是这个啊 第一个我们知道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啊 再往下看下面一个 如果我的负债大于资产呢 负债大于资产 假如说我的负债是100万 我的资产是50万 好 那这叫什么负缺口 负债比资产大吗 负债比资产大叫负债敏感性缺口 好 你要知道它有什么名字啊 考试的时候也会考这个点 有什么名字 你要能区别开 当利率上升的时候 利率上升就意味着 比如说存款人在我这存钱 我给他利息多了 那我带出去的款项 我收的利息也多了 所以我收到的利息都会变多 但是因为一个是资产 一个是负债 那要看我的净利息收益了 对吧 所以负债如果利率啊 利率上升了 如果利率上升 上升了多少 上升了1%吧 1%好算啊 上升了1% 那么对于我来说 负债呢 就是我要多给我的存款人 或者是我的债券人 多要付他1%的利息 100万的1%是多少 我要多给人家 多给人家多少 1万块钱的利息吧 多支付1万块钱的利息 那我的资产是50万 对吧 资产50万是别人给我利息 给多少 多给我0.5万的利息 好 那我们说要用什么 资产减负债 所以就是0.5 减1 直接减1 等于多少 负的0.5 所以净利息收入也是下降的 你要学会这个分析过程 因为考试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不会远考 而且你很难记 特别是这种 一个涨一个跌的时候 你很难去记这个东西 很难收益清楚 所以你掌握了之后 你往里自己去带数字 你做题的时候 包括你们考试的时候 你去推一下就好了 好 我们来看题啊 那么下列关于缺口分析的理解 正确的有哪些 那么当某一时间段内 负债大于资产的时候 就产生了负缺口 那你看这个里面啊 是什么负债大于资产 负债比资产大 那就是负缺口了 对吧 所以这是对的 那么即负债敏感性缺口 没有问题吧 好往下看 如果某时间段内 缺口乘以假定的利率变动 得出这一利率变动 对净利息收入的 变动的大致影响 也没有问题吧 就我们前面在讲到 缺口分析的时候 在这个概念里面的解释里面 给大家提到过 我该怎么做的时候提到过 好 缺口分析是衡量 利率变动对 当期收益影响的一种方法 是吧 就是影响当期收益 利息的收益嘛 然后在正缺口的情况下 注意低跟异啊 在正缺口的情况下 就资产大于负债 如果利率上升会导致什么 正缺口就是我的资产 大于我的负债 那如果假设资产是100万 负债是50万 好 如果利率上升 利率上升意味着啥 上升多少 上升1%好不好 1%啊 1% 那如果利率上升1%就意味着 我作为资产别人给我的利息多给1% 100万多给1%是多给我1万块钱 那负债呢 我要多给别人的利息 给多少 多给0.5万 所以我要用资产减负债 等于多少 挣得0.5万 也就意味着我的利息收入增加了0.5 所以导致利息收入下降就不对了 好 再往下 在负缺口的情况下 负缺口就是资产小于负债呗 假如说我的资产 放这儿在这儿写啊 是50万 我的负债呢 是100万 好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利率上升 也就是给利息的时候都要多给 好 别人给我利息多给 多给多少 1%吧 那换到我身上就多给了我0.5万 那负债呢 我要多给别人 多给别人多少 多给别人1万 资产减负债 等于多少 负的0.5万 所以对应的利息收入是下降的 所以在这道题里面 D跟E不对 ABC是对的 所以答案就选ABC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对应的 你要知道什么 你要知道缺口分析的概念 你要知道它的概念 包括它的这个 这个概念底下 涉及到一些小点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 会分析 它的变动情况是怎么样的 主要是针对这个进行考察 好 缺口分析 那下面还有一个考点 是关于缺口分析的局限性 缺口分析 它分析的什么 同一时间段内 所有投寸到期时间 或重新定价的时间是相同的 我考虑的是同一段时间 比如说一年内的 对吧 但是我忽略了什么 同一时间段内 不同投寸到期时间 或利率重新定价的期限的差异 你比如说对银行来说 那有一些是什么 有一些可能是一年到期 有一些半年到期 还有一些可能三个月就要到期了 它不一样 那么还有就是 我重新定价的时候 就对利率进行重新定价的时候 大家的期限也不一样 所以我忽略了这些不同的 到期的这个 到期时间和利率 重新定价的这个期限 就重新定价的时候 期限不同 对吧 它得到的结果也不同 忽略了这些情况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 它只考虑了 重新定价 期限不同带来的利率风险 我只考虑了 就因为重新定价 大家的期限不同 带来的利率风险 只考虑了这个 也就是重新定价风险 没有考虑 在利率水平变化的时候 各种金融产品 因基准利率的调整幅度不同 基准利率不同 它产生的利率风险 也是不一样的 就每一个 每一个产品 它因为基准利率调整幅度不同 它自己本身带来的利率风险 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是不一样的 忽略了这些问题 所以这是它的局限性 还有 还有什么呢 就是非利息收入 利益都已经成为 那么银行当期收益的重要来源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原来说 在于银行来说 它主要做的什么 存根带 那么除了它的资产负债业务以外 我们现在在研究上银行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提到它的中间业务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非利息收入的业务 你比如说我帮别人做什么 比如说在基金里面 银行可以帮别人托管吧 可以帮别人结算吧 那我在做这些非利息收入业务的时候 我获得的收益在越来越大 而且很多商银行越来越重视 它的中间业务的一些成长 而且现在是高速成长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越来越重视它的重要 但缺口分析反映不了 不能反映利率变动 对非利息收入的影响 只能反映利息收入的影响 所以这是它的局限性 还有是什么呢 缺口分析主要衡量 利率变动对银行当期收入的影响 而不能考虑到什么 利率变动对整体价值的影响 我只能考虑对当期收益的影响 考虑不到整体 它反映的只是短期的变动情况 好我们来看 题目可以怎么考虑 就是它的局限性的体现在 缺口分析的局限性 包括在哪里呢 未考虑到利率水平变化的时候 因各种金融产品 金融利率的调整幅度不同 而带来的利率风险 即基准风险 就每一个基准利率的调整不同 利率变动不同 没有考虑到这个 这是对的 就包括这个的 那么忽略了同一时间段内 不同头寸到期时间 或利率重新定价的这个 期限是有差异的 这也是忽略掉的是吧 未考虑到重新定价期限 不同带来的利率风险 它只考虑了这个 所以这个就不对了 好 那么大多数缺口分析 未能反映利率变动 对非利息收入的影响 反映不了 所以啊 而且这个收入占比越来越高 所以这也是它的局限 还有什么呢 它没有考虑整体 它只考虑了局部的短期的 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说它没考虑 没考虑是它的局限 所以这道题我们说答案选 A B D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 为什么大家要熟悉啊 缺口分析局限性 包括哪些点 它针对局限性也可以进行考察 所以你要知道 缺口分析的局限性 体现在哪些点上 那这些点就需要大家多看两遍 你熟悉一下 你看我们刚刚看过一遍 你再去做题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印象 你看了一遍 做了一遍 挺有印象 你回头自己再看一遍啊 你就对这块收起来了 好 这这块啊 局限性包括哪些 那正是因为缺口分析 你的局限性体现在这地方 那我九期分析呢 我就要解决你的局限性 是不是 所以九期分析 也被称之为叫持续期分析 或者是叫期限弹性分析 还有什么名字你要知道啊 它是也是对银行资产负债利率 敏感度进行分析的重要方法 它主要是用于衡量什么 利率变动对银行 整体经济价值的影响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前面说 说这个缺口分析的时候 你是没 你衡量不了的 所以你是有局限性的 所以我九期分析 就解决了你的一部分局限 我能够对它 整体的经济价值产生影响 所以这个里面 它怎么进行九期分析了呢 它对各时段的缺口 予以相应的敏感性权重 就每个时段 我给予不同的权重 然后我再把这些权重汇总相加 然后汇总之后呢 我估算出一个值 以此来确定对它整体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说九期分析啊 它的这种估算 通常呢 幅度要小于1% 就是对这个估算啊 给定的幅度一定要小于1% 小于1% 九期分析就可以进行 如果它超过1% 九期分析就没有办法进行了 因为它的估值就构建不了模型了 所以你看啊 往下 与缺口分析 九期分析相比啊 缺口分析相比 九期分析是什么 一种更为先进的利率计量方法 因为我 我打破了你的局限 我能衡量整体的情况 缺口分析 它侧重于计量 利率变动对短期 缺口侧重对短期 而九期分析是 整体经济价值的影响 所以这是我打破你的局限 那么 集估算利率变动 所有投寸 未来性经济价值的影响 从而对利率变动的 长期影响进行评估 因为你评估的不是短期呢 那我评估的是长期 我评估的是整体 这是我打破你的一个点 那我更先进的地方体现 你比如来看这道题啊 说作为市场封减的 重要计量和分析方法 九期分析通常用来衡量什么 它侧重分析什么 九期 它侧重于整体 侧重于长期 而我们所说的缺口分析是短期 最单选C 好 这是他们的区别啊 我比你先进在哪里 但是九期分析 我也有自己的局限性 它的局限性在哪里 就如果在计算 敏感性权重 对某一时段 使用的平均九期 采用标准九期分析法的时候 九期仍然只能反映 重新定价的风险 就九期我只能反映 重新定价的风险 我不能够反映基准风险 因利率和支付时间的不同 而导致投寸 实际履履敏感度的一个差异 就我只能反映重新定价 我不能反映一些基准的东西 这是它的一个缺陷 还有一个什么 如果利率幅度 大幅度变动 大于1% 我就没有办法 把这个 它的这个模型 寄死为线性关系 而这个东西 它就不再准确了 就九期分析 就不再精准了 那这个时候 就需要进行 更为复杂的技术调整了 所以你看 当缺口分析 有局限的时候 我们找到了九期分析 当九期分析 出现以下局限的时候 我们又找到了 下面一种分析方式 好 我们接着往下 来看一下这道题 关于九期分析 下列说法当中 正确的是哪一个 首先A9样说 九期又被称之为 叫持续九期 和期限弹性分析 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它描述的是 九期对应的概念是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在讲这些 市场风险的计量的时候 我们主要讲 计量方法有哪些 它们描述的是什么 有什么名字 然后它们的特点是什么 对应它们又有哪些局限性 主要讲的是这个 对比起来这个局限性 好在哪不好在哪 主要考这几个 对吧 所以这个是对的 它衡量的是什么 主要衡量利率变动 对整体经济价值的影响 衡量的是长期的 而我们总说的 缺口分析衡量的是短期的 这是对的 只考虑了重新定价 期限不同带来的利率风险 没有考虑 当利率变化的时候 各种金融产品 因基准利率的调整幅度 不同而产生的利率风险 就只考虑了重新定价 期限不同而带来的风险 是哪个 衡量缺口分析 缺口分析是只考虑了 重新定价不同而带来的利率风险 没有考虑当利率变化的时候 各种金融产品 基准利率的不同而产生的 利率风险变化 所以这个C就不对了 它反映的是我们所说的 缺口分析 它反映的是缺口分析 那么我们所说的 像97分析 它其实也不能 也是只能反映 重新定价的风险 它不能够反映什么 就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的 就是基准利率 或者是因为利率和 支付时间不同 不能反映这个 所带来的 头寸带来的实际利率的 敏感性是有差异的 就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能反映 这个实际利率敏感性的 一个差异的问题 也不能反映 这个期权性的风险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 97风险性 它体现在 就我不能反映的什么东西 它跟我们前面所说的 缺口分析一样 就我都是只能反映 什么重新定价的风险 但是具体不能反映的 这个问题上 它是有差别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选项的 描述上 大家又能区分开 97分析和缺口分析 它们在这个点上是不一样的 你看它后面描述的时候 虽然我都是 这个只能反映 重新定价所带来的 这个风险 那它俩都是不能反映 后面这一段 但后面这一段 它描述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不能考虑 利率变化的时候 它的一个基准调整幅度 一个是什么 敏感度和期权 所以它俩不一样啊 这个对应的是缺口分析 再往下我们来看 它是一种相对初级 且粗放的利率风险的 一个计量方法 因为我们讲 对于97风险而言 它不是初级了 要不说最初级的是缺口分析 而97分析是在 初级分析的基础上 又提这个 缺口分析的基础上 又提了一步 所以它已经是 不是那么相对初级了 也不是那么粗略了 那么对于利率风 利率的大幅度变动 如果利率变动大于1% 那么对于头寸价格的变化 与利率的变动 就无法近似为线性关系 所以97分析的这个模型 就不成立了 所以这个97的结果 就不再精准了 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 更好的方法去解决它 所以这个说法也是对的 衡量97的 所以这道题我们说 大家应该选ABE 那C跟D描述的是 缺口分析的局限性 所以这个里面就跟大家讲 我们要再讲到 这个定量分析方法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缺口分析和97分析的局限性 分别体现在什么地方 你要能分得清楚 它们分别分析的是啥 对应的特点是啥 好 然后我们往下来看第三个 叫外汇敞口分析 外汇敞口分析 它衡量的是什么 外汇外汇是汇率变动 对当期收益的一个影响 因为对于银行来说 外汇敞口主要来自于 银行表内外业务当中的 货币金额和期限的错配 比如说在同一个时间段内 某一个时间段内 银行的某一币种的 多头头寸和抠头头寸 是不一致的 这是指啥 那不一致是体现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银行 那我买入了美元5亿 我卖出了美元这个3亿 这个时候我的什么 多头和空头是不一样的吧 那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人会问 那什么叫多头 什么叫空头 多头是看涨的 所以一般是买入 空头是看跌的 所以一般卖出的时候 我们会用空头 所以差额就形成了什么 比如说我买入5亿的美元 卖出3亿的美元 那我是不是还留有 2亿美元的插口 那2亿美元的插口 就会因为市场当中 美元和人民币汇率的变动 影响我这笔 2亿美元的价值变动 好那么因为存在 外汇敞口的情况下 汇率的变动可能会给银行 当期收益或经济价值 造成一定的损失 从而形成了什么 汇率封减 就是有封减波动 那什么是衡量汇率变动 对它的影响 应该是我们所说的啥 外汇敞口分析 答案选D B Dog 外汇敞口分析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外汇敞口分析呢 又根据业务活动的不同 我可以继续细分 比如说叫交易性外汇敞口 那交易性外汇敞口 通常什么 银行自营 为执行客户买卖委托或做事 为了对冲以上交易 而持有的外汇敞口 对吧 就我要么就是为了自己 买卖外汇 要么就帮客户买卖 要么就是为了专门做事 对吧 就是这个做事商 就我充当什么 就你们可以到我这来买外汇 也可以卖外汇 所以我手上就要拥有外汇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被迫到 就这个时候持有的一些外汇 所以要么就是为了对冲上面 我们提到的 我持有的这些东西 为了对冲风险 要持有的外汇敞口 那么交易性外汇风险 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为客户提供外汇交易服务的时候 未能立即对这个 对冲外汇的敞口头寸 就是客户到我这来买外汇 比如说他跟别的国家做贸易 他买入了5000万的外汇 但是呢 我没有及时的卖出5000万的外汇 做对冲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存在 这个对应的差额 对吧 我有 我卖给了他5000万 那未来外汇变动了 那我这个差额可能就会干嘛 就会使得我产生一定的收益 或者是封减 好 那你比如说 我卖给了他5000万 我卖的价格 假如说我卖的价格 这个比较低 未来这个外汇价格涨了 那我是不是卖亏了 所以这也会带来一定的收益跟损失呢 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 再比如说 客户啊 他从这个 他出口商品 别人给了他一笔外汇 那到我们国家 他把这笔外汇换成了人笔 就相当于什么 他卖了一笔外汇给我银行 因为我银行买了一笔外汇 就看对手方是谁嘛 对于我银行来说 就我从他手上买了一笔外汇 那我没有及时的把这笔外汇卖掉 那未来这个外汇贬值了 那我是不是就承受损失了 他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么银行对外币走势 由某种预期而持有的外汇藏口同存 那我认为这个外币未来会升值 我就先买 对吧 等他未来真的升了 我再把它卖掉 我就能挣钱 你看这是不同的 就我为了交易而持有的外汇藏口 那非交易性的外汇藏口呢 就这类风险是银行 他自身的一些资产呀 负债之间的币种 不匹配而产生的 包括银行在对资产负债表的 会计处理当中 将功能货币转化成基帐货币的时候 汇率变动而产生的 就是我银行 我其实在 有一些银行 比如说像我们国家有些银行 它在世界上就属于 在世界不同国家 我都都有相对 这个开设相对分支行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在不同的国家 我就会涉及到一些外币的资产跟负债 我在每一年做会计汇总账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 对吧 这个货币在基帐的过程当中 因为汇率的变动 而对我产生的一些收益的影响 对吧 然后非交易性外汇敞口 可能会进一步的划分为 结构性敞口和非结构性敞口 包括在根据定义 可以分为单币的和 这个咱们所说的 总敞口头寸 单币和总敞口 你知道就可以了 那我们下面来看 你怎么去判别 非交易性的敞口 那你来看这道题 资产负债表如下 由于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的 这个人员事先没有办法预知 欧元对美元的汇率 每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这笔相当于 3亿美元的欧元贷款 对银行来说是一种什么 你看这笔 3亿美元的欧元贷款 我是资产吧 我有资产 但是我没有负债 就我们所说币种之间的一个差别 所以这种属于什么 在我资产负债表当中 关于币种 我对应不上 那这种属于什么 非交易性的外汇倉口 所以答案选 B选项 非交易性的外汇倉口 它指的是 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之间 因为币种的不匹配 因为这两个是什么 美元 美元 对吧 我这个欧元的贷款 我对应不上负债 没有啊 我有币种上的缺口 所以这种被咱们称之为 叫非交易性的 好 再然后我们来看 根据厂口的定义 外汇厂口可以定义为什么 单币种厂口头寸 就我们刚刚所说的 它可以有不同的分类 单币种厂口头寸是 每种货币 它对应的 极期的 净 厂口头寸 远期啊 极期的 远期的 期权的 和其他的 那么之和 就把这些加在一起 有这个每一个都是 有净厂口头寸啊 就我把这些厂口头寸呢 我加在一起 这是单币种的 厂口头寸 包括对应的 极期 远期 期权 这些都是衍生品啊 还有其他厂口头寸之和 反映了单一货币的 外汇风险 然后呢 如果外币的 这个单币种厂口头寸 它为正值 那就说明这个机构 对这个币种上 处于多头 就是为正值 就因为我 我持有它 对吧 我持有它 就总的来说 我的净值 我持有的 跟我要支付的 就我收到的 跟我要支付的意见 就总的来说 我是持有它 如果为负值 就相当于 我是空头 好 这是单币种 厂口头寸 那比如说 他可以怎么问你呢 2020年的时候 曾经考虑道题 说 如果某商银行 持有一千万美元的资产 七百万美元的负债 那美元远期多头 是五百万 美元远期空头 是三百万 那么这个银行的 美元厂口头寸 是多少 我们说单币种 就把这几个汇总相加呗 好 那么你看啊 我单币种包括什么 同一货币都是美元 只不过有美元的现货 对吧 你像用一千万美元的资产 减去七百万美元的负债 为什么要减 因为我们用的是净值 现货 美元现货啊 美元 直接是美元 美元资产 我用资产减负债 就是美元的净值 好 再加上什么 美元远期 对吧 远期有多头和空头 多头是看涨的 空头是看跌的 多头减空头 多头减空头是什么 是我的净值吧 然后还有什么呢 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拥有的 就是两个值呗 三百加两百就是五百 所以你看我们之前 几期 什么净 敞口头寸 什么叫几期 马上 马上的 就成交的 马上成交的 其实相当于现货呗 那远期呢 就未来成交的 你看这个里面提到 就是远期 所以也是净 那既然是净 那我就要找到差值 我有的 跟我的资产能负债之间的差值 多头跟空头之间的差值 就是净额 所以这道题 算出来结果就是五百 答应选 必选项 好 我们再往下来看 总敞口头寸呢 那净敞口头寸是把他们净值相加嘛 那么对应的总敞口头寸呢 是整个货币组合的外汇封建 所以一般有三种计算方法 而这三种计算方法是要求大家掌握的啊 你比如说累计就前面还没有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是总敞口头寸的计算啊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叫累计总敞口头寸法 我们是把所有外币的多头和空头汇总的总和 多头加在一起 空头加在一起 把多头跟空头加在一起 所以这个方法认为 不论是多头还是空头 都是属于我的敞口头寸 所以这种方法相对就会比较保守 那净总敞口头寸的这个对应的办法是什么 它就是把所有的多头跟空头直接进行差额 你像我们刚刚算的就净额 就是多头减空头进行差额 所以这种方法相对就会比较寂静 那这里面考什么呢 比如说对应的总敞口头寸 它的计算方法是什么 它是相对激进还是相对保守 主要考这个净 这个敞口头寸 它的这个办法 我是谁跟谁相加 我是相对激进还是相对保守 如果把所有的汇总啊 比如说来看这道题 假如说一家银行的外汇敞口头寸 是日元多头 马克多头 英镑多头 法郎空头 美元空头 那么累计总敞口头寸 是我多头也算 空头也算 加在一起 多头加在一起是多少 150 加上多少 400 再加上250 空头是多少 120 加480 对吧 那我们所说的总敞口 就是我把多头跟空头相加 所以这个里面 你看我们算的结果就把所有的数值相加 算的结果是14000 对吧 1400 所以这道题最终算的结果是 递选项 总敞口啊 把多头跟空头汇总相加 好 那再往下来看 那累计总敞口 投寸法 那么它相对是保守的 因为我把多头空头都算在内 但是进敞口 投寸法呢 它相对比较激进 因为我要算的是差值 所以一个保守一个基金 所以这道题答应选哪个 并选项吧 好 这是这道题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叫短边法 那短边法是什么 就首先我要分别去计算 对应的多头和空头分别是多少 我把多头加在一起 空头加在一起 然后比较一下多头和空头 然后哪个数值大 我就选哪个 这种叫短边法 哪个数值大 我就选哪个啊 就而且选的这个数值 一般针对的是绝对值啊 就绝对值 哪个绝对值大 我就选哪个 所以这个短边法 它既考虑到多头和空头 同时存在封解 而且又考虑到 它们之间的递补效应 所以就是我多头算在一起 空头算在一起 然后我看看它们绝对值 哪个大选哪个 作为我最后的短边法的计量 我们通过这道题来看一下啊 关于总敞口头寸 下列啊 说法正确的是 净敞口头寸 等于所有外币 多头和空头之差 这个说法没有问题对吧 就是多头和空头的差值 然后呢 累计总敞口头 等于所有外币的 多头的总和 我们说累计什么 所有多头和所有空头的总和 我们说对应的 总敞口头寸 它反映的是什么 整个货币组合 不是资产 因为我们讲敞口累计外汇 外汇敞口头寸计量的时候 我们计量的是哪个风险因素 外币对不对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啊 它衡量的是什么 整个货币组合 涉及到我银行持有的这些外币 这些货币 所以它不是总资产 是货币 你回过头来看是不是 所以它不是所有的资产 而是什么货币组合 因为我对应的厂口外汇 厂口头寸 我衡量的只是币种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不对了 再往下 短边计算方法 是首先分别加总 每种外汇的多头和空头 然后比较这两个总数 最后选择绝对值怎么 绝对值大的那个 不是绝对值小啊 是绝对值大的那个 所以答案选哪个 只能选A选项 好 我们通过这道题 我们把三种方法算一下 首先三种方法 你都要会计算啊 好 我们先来看 那么它就问你啊 就是分别采用累计长口 总长口 净长口 和短边法 这三种方法的计算 是大家必须得学会的 然后哪一个长口值最大 比较这三个最大 我们先来看 累计总长口是怎么算 累计总长口 是把多头和空头 加在一起 那多头是多少 110 加50 加70 加30 加10 加20 再加150 对吧 我累计啊 这个总长口 是把所有的数值相加 那么 加在一起 减去空头 好 那你看 欧元多头 是110 然后还有没有多头 瑞士法郎 多头是30 那底下这都是空头 到美元多头 是150 多头减去空头 那么空头有什么呢 你看 有日元50 英镑70 瑞士法郎是多头啊 加元是空头 澳元是空头 所以是对应的多头减空头 这是我们所说的 净总长口 那么短边法呢 就是我来比较一下 多头加在一起是多少 空头加在一起是多少 他们哪个绝对值大 我就选哪个 所以你看 我们在算对应的累计啊 总长口头 算的时候吧 所有加在一起是440 那净长口呢 就是多头减空头 是140 对吧 然后短边法下 我们记得的总多头 就多头是多少 290 空头是多少 150 那肯定短边法就是哪个大 我选哪个呗 绝对值大 所以我应该是290 所以我最后比较的 就是三种计量方法 440 140和290 哪个大 那肯定是440大 而且基本上来说 一定是总长口 它的长口风险最大 因为它是把所有的 汇总相加 是不是 所以答案选哪个 440 所以你稍微聪明一点的学员啊 你马上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你就算一个就可以了 把它们相加在一起是多少 所以答案选 D 那带大家算完一遍是为了让大家去学会 这三种计算的方法 我可以不这么考 我也可以单考那种计算方法 你都会啊 好 这是这个题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敏感性分析 及希腊字母 敏感性分析 它分析的是什么呢 是指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单个市场风险要素 你比如说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对于市场风险而言 有哪几个 利率 汇率 股票 和商品价格 所以就是这四个因素的微小变化 对整个的金融工具 资产价值的收益 经济价值产生的影响 而获得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敏感性分析 一些我们所说的市场风险 包含的这些利率 汇率 商品价格 还有我们所说的股票价格的变动 对它们产生的影响 对这个金融资产价值 包括我们所说的资产组合 收益产生的影响 而带来的就是敏感性分析 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些字母来代皮 就是希腊字母 所以这是第四个分析方法 然后这个敏感性分析方法 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就它很简单 而且便于理解 在市场分析当中 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缺点是什么 对于很复杂的东西 它用不了 就只能用于简单的 复杂的用不了 好 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下 研究单个市场因素变动 对整个的金融资产工具 变化的影响的是哪些 是我们所说的敏感性分析吧 敏感性分析 考概念 好我们往下来看 第五个 风险的价值 那风险价值就是我们所说的VL2 对吧 我们见过很多次 VL2风险价值 那么它是指在一定的持有期 和给定的质性水平下 那么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 还是这四个因素 它发生变化的时候 可能对产品投资或组合 存在的潜在最大损失 就最多能拿到多少损失 什么意思呢 我们通过这个例子来看 如果持有期为一天 制性水平为99% 那么如果计算的风险价值为1万美元 那意味着什么 就是我 就是制性水平是对应的什么 就这个90%对应的是我不产生损失 就我没有损失是99% 那我产生损失呢 就是1% 可能会产生损失 要注意 是它的反面 一减去它才是产生损失 所以我大概啊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在一天后发生价值1万块钱损失的这种可能性 压根都不会超过1% 就不会超过1%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我们所说的 大概有多大的概率啊 产生多大的损失在多少天内 你搞明白这个问题 然后它的局限性在于什么呢 就你没有办法去预测 因为它这个预测 你看 但凡说到你制性局限 你想到的 就是我们在前面第一张学的一些分布的东西 那么分布你看我们学的标准的 就正态分布用的是最多的 那你看尾部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说是无限的接近于这条横轴线 对不对 但是它并不是所有的都符合这种标准的正态分布 它有的时候呢 无法预测尾部发生这种极端损失的情况 或者是单边市场走势的一些极端情况 比如说在我们所说的股票市场当中也是这样 那么在零性收盘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一些股票的波动是非常之剧烈的 它可能本来这一天还一直下行 但是零到收盘点的时候 可能大家会收到一些信息 导致这股票一下就被拉停了 对吧 所以这也是有可能它会发生一些极端的变化 所以啊 这些是不在我预测范围内的 所以它这是局限性 它有可能会有一些特殊极小概率的事件的产生 来影响它市场非流动性因素啊 好 那么它问你 那么风险价值的局限性体现在哪里 我没有办法预测尾部极端情况 没有办法预测单边走势极端情况 其实就是啥 我大概率事件我都能预测到 但是极端小概率事件我是预测不到的这种 而且我没有办法预测市场非流动性因素 我能预测到流动性啊 非流动性 主要是针对的预测不到非流动性 所以主要有这三个 没有这一个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里面知道风险价值 它代表的意思是啥 还要知道它的局限性是啥 主要针对的这个 所以答案选第2 然后我们来看下面一个 说上一行在过去250天的历史数据的计算当中 风险价值是780万人民币 那它置信水平为99% 持有71天 那么则该银行在未来250个交易日内 预测会有多少天的损失超过780万 那这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是99% 我一般产生损失一定是这个 置信水平的 相反 就1减去这个置信水平也就1% 我有1%的可能性损失会超过780天 总共多少天 总共250天 250天的1% 是多少 2.5天嘛 所以答案选 这是我们所说的 你要知道这个 这个是咋回事啊 就这意思 好 然后我们往下来看 第三个 计量风险价值的方法 我们有几个 有方差协方差法 是不是回到了第一章 所以它要明白啊 在投资组合当中 各种风险因素服从特定的分布 我们学了很多分布 但主要学的就几个 对吧 正态分布 然后从历史数据分析和估计当中 得到收率分布的 方差协方差相关系数 这相关的这个点 你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 在什么样的 假定投资组合当中 各种风险因素的变化 服从特定的分布 然后呢 通过这个 我来计算方差协方差 这一定是什么 方差协方差法 这个题都侧面告诉你 我们讲的是啥 靠概念啊 然后第二个就是历史模拟法 我根据历史数据 这是不是我们前面 都讲过的一些方法 历史模拟法 我根据历史数据来重复 得到一些方法 那么历史模拟法 它反映了 风险因素的统计规律 根据过去历史 因此不需要任何分布假设 注意 问题就在于 我相对直观 对吧 透明度高 对系统要求低 我都是根据历史数据分析的 所以我根本不需要 分布假设 也不需要计算波动率 相关系数等模型参数 不需要分布 不需要相的模型 也不需要相的计算 由于历史模拟法的 风险因素的历史收益 本身已经完全包含了 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 所以可以全面反映 风险因素 和组合价值的各种关系 然后 是基于全面定价的模拟方法 它可以干嘛 所以这是历史模拟法 它有哪些特征 它可以反映什么 不需要什么 这是需要大家知道的 好 我们接着往下来看这道题 下列关于历史模拟法的 说法当中 正确的是 首先历史模拟法 是我刚刚讲最后讲的 它基于全 全定价估值的模拟方法 基于全定价估值模型的方法 这是对的 它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对分布进行假定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它不需要分布假定 所以是无需分布假定 而且它不需要一些估值模型 不需要一些参数方法 一些参数的计量 所以这个不需要 它不是啊 它能够反映风险因素的统计规律 对吧 这个我们前面讲 它能反映的 所以这个里面答案不对的是哪个 这个B不对 C不对 所以答案选ADE 这个考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说的 历史模拟法 它有什么 它能够反映风险因素的统计规律 它不需要任何分布假设 也不需要计算波动率 也等 不需要计算波动率 相关系数等这些模型的参数 不需要这些 然后呢 它全面能够分析 然后它是全面定价估值模型 你知道这些 然后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 关于蒙特卡罗模拟法 蒙特卡罗模拟法 它是一种结构化的模拟法 通过产生一系列的模拟对象 具有相同的统计特征 它有一些优点跟缺点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 它这个地方有的时候会考什么呢 你来看 蒙特卡罗模拟法 它表述当中错误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前面刚刚提过 它是一种结构化的模拟方法 对不对 所以蒙特卡罗模拟法 它是一种结构的方法 这个是对的 那么我们说 它是以大量的历史数据为基础 对数据的依赖性 以大量历史数据为基础的什么 历史模拟法 所以它不对 那底下 蒙特卡罗模拟法 它也考虑了波动性 随时间变化的情景 然后风险模型的风险较高 较难实施 需要非常庞大的资源支持 这个说法也是对的 就我们前面所看到的 它能够生成大量的情景 使其在测算的时候 它得出的模型会更可靠 更可靠 更综合 而且考虑了波动性 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需要强大的计算 所以这是它的一些优缺点 答案选哪个 选B选项 好 这是这道题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把这块内容讲完了 第二节中一讲 第二节内容比较多 就过了这一节 后面就很快了 这一节我们在 理念考试当中 它主要设计什么 首先基本概念 金融工具的估值 有哪四个估值 代表什么意思 九七 我们涉及到哪些九七 然后对应的 会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概念 特征分类和计算方法 大家要掌握 还有呢 就是我们涉及到 关于市场风险的计量方法 有哪些计量方法 那关于缺口分析 它有哪四大点 然后关于九七分析 有哪三大点 关于外汇敞口分析 有哪三大点 关于敏感性分析 及希拉字母 有哪三大点 关于风险价值 它有哪三大点 涉及到的一些 特别是后面讲的 这几种工具 讲得很快啊 它主要考的是什么 它考的是 这些工具 它能够分析什么 有哪些特点 它对应的优点是什么 局限性用什么 它主要是针对这些点啊 所以它会涉及到一些 后面这一些 它就会涉及到一些 实际性的点了 需要大家记忆 关于它很熟 你知道它的考核点 在哪个地方 喜欢在哪个地方出问题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我们关于 第二节相关的知识内容 这些内容是需要 大家掌握的 那我们这一节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大家稍微休息一下